1968年,张国道和家人在多伦多的合影 看起来他们过得还挺幸福的 这张照片应该拍摄于1968年 拍摄地点是加拿大多伦多 照片上,坐着的两位 一位是张国道,另一位是张国道的夫人杨子烈 照片后排的两个男人,肯定是张国道的两个儿子 至于这两人,究竟谁是谁? 我没有查到,只能凭年龄和工作地点去推测 张国道,杨子烈夫妇共有三个儿子 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一所大学教授数学 次子张相处,在美国纽约当医生 三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 由上可以推断,照片上的这两个年轻男子 大概率是张海威和张渝川 从他俩的面相上来看 很显然,右边那位显得年龄大一点 所以,照片右边的那位男子应该是张海威 照片左边的那位男子应该是张渝川 至于后排的两位女士 应该是张海威,张渝川的媳妇 最前边的那个小孩,应该是张海威夫妇的孩子 照片中的张国道,已经71岁了 进入了古兮之年 他的脸上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那种桀骜之气 换之以慈祥和平静 和一个普通的老人,没什么两样 从这张照片来看 这一家人应该是幸福的,美满的 三是同堂,其乐融融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张国道和杨子烈在大儿子家住了没多久 就发现,大儿子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全家五口人 张国道夫妇很秩序地从这个家搬了出去 搬进了多伦多的一家免费养老院 张国道就是在这家养老院中,了了自己的残生的 张国道的晚年,经常为闲儿发愁 为生计而撰写一点文章和传记 他去世的时候 他的三个儿子居然凑不起三千五百美金的丧葬费 想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 居然落得如此地步,真是令人唏嘘 实业,命也,作业,订阅我,一起聊聊